县府与中华民国水中运动协会举行第一届日月潭水上运动会 来自韩国、日本、大陆、菲律宾以及台湾共5个国家24个单位 近200位选手参赛 虽然接连几天都在下雨,人不减选手热情 开幕仪式由副县长陈振生出席并表扬成绩优秀的选手 期盼明年活动能办得更盛大、丰富 第一届日台湾水上运动会在日台湾伊达桑水域进行 来自各国参赛选手起居浴堂 开幕式由水中运动协会理事长郑英俊主持 世界水中运动联盟执行委员李宾斗 亚洲水上运动联盟副主席顺锦先生 中国武汉体力学院王朝映教授 菲律宾水上运动联盟主席BEN 均出席共享审会 陈副县长表示 政府希望每年举办上场大型活动 明年水上运动会将增加美能鱼、蒲勇 与水上渔家时尚运动的项目 希望日月台湾湖光商社搭配水上活动点缀 将来在国际上根据知名度 今天日月台湾水中运动会 其实就是一个起步 因为今年是第一届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特别在做一些行销 那感谢来自五个国家的水中运动会的选手 来到日月台湾参加 就像蒲勇还有SUP 以及先锋桌的一个激流的活动 那当然今年我们是因为是第一届 所有项目少了一点 我们明年就准备 还有美人与蒲勇 以及一些活动会加入 就是我们在这里 应该有七项水中的活动 那最主要是日月台湾是有湖光山寿 不过总是感觉少了一点点缀 如果加上这些水中活动的话 以及国际永鞋承认的公开水域 也会用马拉松锦标赛 在南投日月台举行的话 应该活动会更为充实 比赛在水里西班里 先锋桌基流即将比赛 一到上码头则进行浦泳 先锋桌扶井游泳 SUP海洋艇 SUP200公尺前三名 由海豚SUP队包办 先锋桌基流即将前三名 只有归金救难队包办 SW迪森男支署前三名 既由全职台被队成员获得 第一名张芷恩 SW迪森女支署第一名何景佳 国内SUP及重浪板器材公司 也在现场展示水上运动器材设备 并提供SUP纳民众体验